在我们的日常开发中 Primitiv的数据类型转换 无处不在 例如方法的参数 返回的数据类型 不可运算表达式 负质运算 以及算术运算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练习代码吧 这一段的练习代码呢 那更加简单了 我们能看到TextBox这个类 它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Go的 然后有两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属于对象类型的 而这个对象类型呢 我们在内部呢 是有那么一个算数运算 就是把这两个数据进行相加 然后负给一个sum的 这个intege类型的 就基础数据类型的 这个时候 它这个内部呢 就会自动的帮我们 把这个两个对象类型的i和j 转换成基础数据类型 然后进行计算 然后负责给这个sum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计算的结果输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在日常运用中 很多地方只要用到基础数据类型 然后又用到对象类型的 就是到处都会发现有这种装箱拆箱 就是对象数据类型转换 就基础类型转换和对象类型转换 而这个内部类型呢 针对每一种这种 比如说是intege类型呢 它会有一个integer 如果说是dumble的话 它会有一个dumble 有个chard的话 它会有chard 对应的每一种基础数据类型 它都会有提供给我们对象类型 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进行这个数据类型转换 当然我们也可以手工的转换 那我们知道原理之后呢 那我们在这里负责都非常的方便了 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个10和20转换成这个对象类型才付给它 而直接把一个基础数据类型付给就OK了 那我们来运行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代码是能成功的运行的 这就是在日常开发中无处不在的这种autoboxing 也就相当于是基础类型和对象类型之间的互相转换